議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時間很有限 我直接問第一個問題 歐盟其實之前就有一份報告 關於食品安全的報告 它裡面提到 橄欖油 魚類 有機食品 乳品 骨類 蜂蜜 蜂糖 咖啡茶 香料 葡萄酒 跟果汁 十大食品 是最容易出現炸氣問題的 這不是台灣做的 是歐盟這樣講 所以 我們今天發生的是橄欖油 之前我們也發生過其他的吧 古類吧 對不對 所以針對這樣子提出來的一份報告 其實它已經在預警我們了 那我們食管署到現在為止 好像做得很有限 到目前我去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最近的這些食安事件 出來的那個SOP模式都是這樣 爆料 檢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主管單位 要嘛說不知道 要嘛說知道 曾經查過 然後也沒有公佈 對不對 然後事情爆發出來 下一步說不管知道不知道 然後接下來一定是下架 賠償 或者是什麼 行政法法 然後最後這個事情又不見了 又沒了 然後我們從來沒有自己的一套 關於食安管理的這部分 如何杜絕它在發生的 所以部長 你這個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嗎 我想今天太多委員問你們了 你們你們何時曾經痛下決心說 我要來建立一套我們自己的一個食安管理的方法 我想特別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些都是基存蠻久的問題 那當然 歐美先進國家也都是一樣有這個問題 那我想今天 所以他們也無法度決是不是 他們也是很困難 他們發生的頻率 跟我們的頻率 誰比較高 這個我沒有深入 不過 那個食安管理也不知道 我們這裡的部分還是需要 因為有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家 我知道 但我們當然要跟先進國家看齊 我們跟那個食安做得好的國家看齊 看人家怎麼做好不好 這不是修法不修法的問題而已 我再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們說你們都有在查 我請問一下 你們查完是只有行政罰罰 行政裁罰 就算了嗎 然後過去有多少你們直接轉介到司法單位來處理的 或者調查單位來處理的 有沒有 就是你們去裁罰之後發覺這個東西其實明明就是有詐欺的問題 是 包括塑化劑跟這個身體氣候症 那個都是很大的 我說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也有 有多少間 其實我在台北縣 比例是多少 比例這部分可能要詳細在調查單位置 因為這都在地方 你這個資料可不可以給統治 我可以再收集這個現實的資料 因為你全國啊 我不是某一個現實而已 是全國你們每天都 地方單位都在集查 對不對 集查完之後你可能發覺說 他這個可能犯錯啦 違規啦 當然是違規你給他行政裁法 有沒有違規的過程當中 你們覺得 這個東西不只違規它違法 是 然後呢 有詐欺的問題 有健康安全的問題 你給他送檢調 有 我想這樣的比例 這個部分有送檢調的部分 從我過去的印象裡面 其實食物中毒六 發現到食物中毒的部分 我們都會送檢調 去做這麼的查查 因為 這個比例是多高啦 這比例在過去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事實上有送檢調的 相關的違法犯罪這塊的部分 那條文上面的部分其實是有限 所以是對人體產生嚴重傷害的部分 對那是對人體的嘛 那像這種 明明就是已經 像詐欺的耶 這個詐欺的部分 你剛剛講說 很多東西可能他摻雜的 對我們人體好像 沒有直接的傷害 可是 他的標示 跟他的內容物不符啊 這白米就炸雞嘛 新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可是這個過去你們都沒有送對不對 因為過去要針對這部分沒有 都沒有送嘛 所以這種心態就養成了 這就是過去都沒有送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謀不章 就把它抗掉了 對不對 當然這中間有沒有什麼利益輸送 這個可能都要查啦 不過 這也是造成我們今天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問各位 還有我們今天這種恐慌的原因啦 所以部長 你必須把這個原因找出來啦 不然你永遠 你再多的人力你怎麼查 因為心態不改啊 我們心態不改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次 就是新食方法通過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這一次我們也第一次把這個重罰啊 刑責 都通通都出來了 那就是希望呢 在這一次有一次 一個契機啦 因為我看最近也是很多都是同樣發生 我時間到了 我希望你 趕快 針對這個作業間 還有我剛剛提到那個比例 你把那個數字給我